选吴国是关键 哇这是最后一局了吧 马上是最后一局了 今天进去的好快啊 今天好快啊 居然5点容易结束了 太坏了 平时打到几点啊 平时打到晚上10点 从下午1点 这也差太多了吧 不是因为我们 首先是今天开始早了两个小时 然后然后而且大家 今天还缓着比较多 所以说又打得比较快 也不太保守 因为平时大家就各个国家都有嘛 但是今天大家主要就选魏国和那个 主要就选魏国和吴国 所以就进行的特别快了 现在已经不是大魏的时代了 现在吴国也崛起了 来我们改下积分啊 已经有两位朋友七胜了 哎呦 等一下我们看 现在好像 只有一位选手 有进击的 有争抢进击的机会了 现在进击的这么一个大趋势 已经基本上 尘埃落定 我们来等一下 我们来把这个 都填上给大家看一下 现在有两位选手 七胜 一位选手 五胜 一位选手 四胜 剩下的选手是三胜和一胜 所以说三胜和一胜的选手呢 已经没有了进击的机会 而四胜的选手想要进击呢 必须要独瞄 赢一局 才有可能 成为了赔完 对 现在这 但是赢的也是有奖金的 哎呦 现在这位叫做学与逍遥的朋友 只有独瞄 赢了 然后到五胜 而且是七十二块钱奖金 就是一百五十块 才有可能超越 那位叫做牙筒花的朋友 晋级 五胜晋级 这个里点又变成 里点四马一强吗 里点四马一也不错 因为四马一还是有防御能力的嘛 现在的国战就是 无国和卫国比其他国家强啊 这很正常啊 感觉刚刚那个里点曹操好强啊 里点曹操也不错 好强 虚宝能力 有的朋友又说 压火树的走了走远的呀 火树说他输了 哇你们都好懂啊 一会儿说火树输了 一会儿说火树赢了 其实现在薛宇逍遥来 对他来说的话 只要他有一个队友 他就一定没有晋级的希望了 所以他现在得 祈祷自己是独苗 祈祷自己没有队友才有机会 没有队友 而且得赢才有晋级的机会 否则都没有晋级的机会 不知道他是不是真是独苗 我们先看一下 都谁是谁啊 思辰 我把思辰十二比你的一举 也是真是挺惨的 哎呀 又来了 小乔孙坚 这个组合怎么样 小乔孙坚反正就很难死吧 能持续的进行辅助 性理小乔好像是我们主持 不是主持者 是那个是那个二号位 是那个现在还有那么一点点机会晋级的选手 二号位 还没有那叫 他如果是独苗 他还有一丝丝晋级的机会 这局已经是最后一局了 第十三局了 然后另外一位 要晋级的选手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下 现在是一号位已经晋级 然后 七号位已经晋级 然后 李点斯玛也已经晋级 然后另外一个大概率晋级的选手呢 是我们主持者 然后二号位呢 是有可能和我们三号位主持者 真抢晋级的名额选手 现在局势呢 是这么个局势 这我看有点保守 对啊 都已经最后一局了 为什么大家还这么保守呢 小乔也改将了吗 小乔现在可以提议流失了吗 原来只能够谈伤害 现在小乔可以提议流失 就变得很针对魏国了 什么叫体力流失啊 就是你可以 就是你不能够发动 魏国的那些卖血的技能 就他本来天香是 伤害 现在是可以视为 就可执行的这一个改动 对吧 但是体力流失了过后 你还不能够不是随机摸牌 就是你摸的是他天香你的那张牌 决赛是下周 国庆 国庆的早上9点开始我们准备啊 9点 10点不开始 9点开始准备 可能是9点开始吧 到时候我们会让三国上官微 去转一下我们那个比赛的信息 国庆节 国庆节啊 哎呀 支持没有 国庆节打决赛啊 支持没有晋级让人感觉很可惜啊 决赛的话我们应该会请 下周 下周那个全民三国杀 如果我赢呢 我就叫最后和我进单挑的人来解说 如果没有赢就请赢的人来解说 如果没有赢就请赢的的人来解说 行吧 好吧 就这样 如果那个下周全民三国杀那种决赛 如果我赢呢我就请 和我进最后进单挑的人来解说 否则的话我们就请赢的的人来解说 有可能是 有可能 有可能深处老师下周又来了 对吧 感觉我要来了 因为跟你单挑和赢的人都说 所以我要来 那不行 那还是我赢 我觉得我对我单挑的人很有自信的 请千万请不动啊 千万出场费太高了 三十万出场费 对对对太贵了 有人说你不是已经知道结果 我当然知道结果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啊 万一是陈祥赢呢 万一去另外一个人呗 对吧 万一去再往前谁死了嘛 对不对 反正你就是除了我以外 最最晚死的那个主播 好吧 节目的剧本有点明显 橘橘进来跳 啊 我只能说那个节目没有 一点剧本都没有 我现在跟大家说一下 跟大家做个心情准备啊 那个节目啊 你们看了最后一期 你们一定会觉得有剧本 我跟他打一个预防针好吧 那个节目 你们看了最后一期 你们一定会觉得有剧本 我不看完事了 真的真的 但是真的没有剧本 这个可以跟大家剧动一下 这个节目最后一期看起来 特别上个剧本 看真的没有 哎 哎 这盘你看 吴国又赢了 吴国又要赢吗 不一定 不一定 五个人呢 全民三国杀 全民三国杀 那个三国杀的综艺节目 这个比赛的关键是选到五 嗯 吴国是真的赢挺多的 吴国你看 其实还好吧 吴国十二局 赢了五局 一半都没赢到 你就是特别多吗 也没有特别多 对吧 或者说千万不要选蜀国 对 数官是尽量少许 我说后期 后面每期都给你们 一共就四期 我有两期 人家申徒老师才是 每期都有他好吗 对对对 我是去收元宝 每期都有 每期都有 我每期都有十万元宝 对 人家并没什么用 申徒老师前三期 每期都有四万元宝 每期都有十万元宝 已经三十万元宝 对 但是 都说了 先胖不算胖 对吧 后胖压倒抗 最后一期 弱死谁手 四千万元宝 还说不好呢 哎呦 来一个 这个 这个很强 这个 这个就是我 申徒老师看到了吗 这个是我经常跟你说的 真有人选 解铃还须 记铃人啊 特别强 真的有人选这个 真的记铃很强 特别 他这个组合特别强 记铃庞德 因为你批赢了之后 你可以弃别人张牌 庞德这个五张牌 你弃别人张牌之后 你本来还需要给 对面一张牌 但是你是记铃 你没有 没有杀 没有用杀杀他 你就可以白弃对面一张牌 我他 我这种感觉 他是没牌选才选的 这个 但是这个里面 确实不算特别 就是这个记铃 是很有用的人 但是不算特别强的人 就是有一定的功能 有的人说 奖励给元宝的吗 不是 赢的人 给钱 输的人给元宝 他居然 想到张庄 还有一个是赌苗 哎呦 二号位真有很是赌苗 你发现 我这个二号要赌苗赢了 那就厉害了 绝地反杀 对吧 想赌苗 只要八位不是蜀 他不就赌苗了吗 对不对 选赌苗 选蜀 对啊 他就选了蜀国 你看很有 很有战略思想啊 对不对 选了个蜀国 他亮了黄远英 太嘲讽了 不一定 哇 这个地方 月宝还真的是赌苗 他还是有机会 不知道他有没有机会 这个他已经呢 他真的就 直接 绝地翻盘 然后要晋级 哎呦 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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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杀是没想象 九杀这个 我又卡了 三国杀 我三国杀 怎么这么容易卡 我得重新进一下 打的很拼啊 直接取杀了 我现在都看不到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三国杀 蔡文姬张角 蔡文姬张角 还有个蔡文姬也挺厉害的 谁要杀他 他就直接给他断肠了 这个时候我是张角 我不管别的 我就知道 哎呦 孙岳湘 鲁夫死了 啊 孙岳湘都死了 哇 那现在群雄成为了众矢之地啊 有的朋友说张角就去打那个 黄远英就可以了 但是他队友不一定啊 对吧 对 蔡文姬确定了 我得重新进一下三国杀 好麻烦 这黄远英打的也太平了 黄远英他还是这局因为 黄远英要是引诺的话 他就可以晋级了 这个真的是一念之差 就这一局特别关键啊 能不能绝地翻盘 就看这一手了 张角开始杀这个黄远英 杀一下就过了 张角的想法 反正黄远英死了 我就进去了 但是黄远英还偏偏是个跑筒 哎呀 你要杀黄远英 还有可能要把自己杀死 又可能要 司马一想判定出 兵还出不来 张角还退 队友是想要掌金的呀 但是张角是想要晋级的 现在张角和队友不齐心啊 有可能 因为这个司马一判定是最早 然后再使 对 最后一局 最后一局现在啊 这个地方 深处老师 你再跟大家证明一下 下周那个比赛 真的没有剧本啊 确实是 我们下周的这个剧本 没有剧本 没有剧本 对 我们真的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下周那个比赛真的 我们就觉得精彩到 大家看着就觉得一定是有剧本的 但是确实没有剧本 一般的节目排练剧本 就比没剧本更麻烦 没人去排练剧本 对 有剧本更麻烦 真的没有剧本 远不出来 那主要是 以前的 以前的 以前的主要是 大家就不会觉得有剧本 因为都很平淡 对吧 之前的那些剧 但是下周那个局实在太精彩了 很容易让大家觉得是有剧本的 哇 下周是 下周是 第一集有点短 拍了四集 对 第一集只拍了四集 但是 但是我还是觉得最后一集拍了 录的很精彩 很精彩 谢谢 或是实力里面只有十一句吗 一句没写上去 看一下 又有一句 我实力没上去 我差点忘了录制了 我们最后看到 现在 假许感觉也要死 悲哥 你下完机为什么不发动悲哥 悲哥小乔 对啊 为什么呢 他悲哥小乔干嘛 他可能不想管别人吧 他可能所谓是个 傻 对吧 你们觉得这张G0会打谁呢 觉得 他会想着先把这个司马懿打死吗 有机会拆着司马懿 拼司马懿 想着直接打死司马懿 哇 司马懿还没弃张牌 你看这很厉害 就拼司马懿 拼掉一张牌 拆就拆掉一张牌 技能 司马懿要死了 这个确实有点厉害 很恐怖的 然后接着他会下方 哇 这个小乔军就了一下 那可以反馈了 直接反馈呗 哎呀 同心协力啊 对 好 先往戏一下 再反馈 跃银还是很难 因为张角会死命打哈 对啊 这个张角肯定是他跃银的 张角不会管别人的 哎 这三国杀界面怎么样全屏的 不能全屏 三国杀并不能全屏 哇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 G0还把那个小乔的刺绒剑给拿过来了 哇 这个要是刺绒剑拿过来了 他一会儿拼点去杀小乔 杀的立刻快了 是吧 嗯 确实是 好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G0刺绒剑是被反馈 我去 又有桃子 太厉害了 这下群雄感觉要崩了呀 感觉那个慈绒剑应该G0的慈绒剑是被 是被李典张角李典司马尼给反馈走了 否则他应该 哇 哇 原哨居然和太后这个也救不回来 又要起飞 那要起飞了 哇 果然是孙孙孙孙孙退走了 这个和太后每次一到关键时候出来真的都能够奠定改变局面的呀 等于是随时补刀 对啊 这个一补刀 而且补完呢还可以多三张牌 很厉害 对对对 张 李典 我说这 这你就开始杀张角 没事没事 张角是一定没有一套的 对吧 他没有闪加黑桃的一套 所以说没关系 杀了一下张角 然后也没有杀到那个贾许 到小乔村间等 现在群雄想杀人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因为这几个人 现在谁强呀 现在群雄还是比较厉害 三家 但是 但是群雄比较厉害呢 他们也没有什么人特别好打 因为你打越鹰吧 他越鹰还有个涅槃 两个群雄现在 如果有得就好死 对对对 我觉得越鹰现在还挺有机会的 而且吴国也挺 对 挺强的感觉 吴国也很强 所以说现在都很难 小 紧邻你看 可能要先弄 紧邻看着打海桥 但是没拼赢 没关系 一会来拼 对吧 没拼赢 他就回回就没了 但是他就弃一张牌嘛 也无所谓 反正我没拼 因为我也拆你一张牌 对吧 这个是 最差一张锅 其实那个什么 寄零个人拼点啊 有点像那个什么 田地赛马 你完全可以先拿那个什么 小牌去把你大牌给拼掉 我再拿大牌拼你的中间的牌 你没什么牌的时候 你就直接小牌拼 然后等你大牌了 拼赢了 对吧 而对方呢 一直等下大牌给你拼 吴忠神又被我卸掉了 好 这边去杀月音 顺策又要继续杀这边的张角了 他觉得张角肯定不会批自己嘛 他有无所谓张角 他这个寄零的拼点赢了 是可以示威 不只是杀你 也可以杀你 也可以杀你队友 对 那但只能杀一刀 对啊 只能杀一刀 然后杀了被闪 那个庞德还可以骑你 对 而且杀的时候就不 这个庞德不是那个庞德 这个庞德是直接掉你 直接弃你让牌 然后杀你 跟之前那个庞德不一样 这个是改版过后的庞德 如果你气得不是装外牌就获得杀 对 如果你气得是装外牌 那你就强中 还是很强 这个庞德 强中啊 对强中 感觉这个群雄要死了呀 群雄要崩了呀 但是蔡文基表是崩了无所谓 我就是要打黄云 张角主要是崩不崩不重要 就是要打死黄云 现在是谁禁止谁没禁止 现在是黄月云赢了 就黄月云禁止张角没禁止 如果黄月云输了就张角禁止 所以张角不需要赢 张角只需要黄云输 拼命打黄云啊 那这个地方他们先打黄云 那黄云也估计就没了 哇 这个地方你看 激灵打起来好坏 劈个两 劈掉你一张牌 再剃掉你一张牌 再杀你一刀 挡不住 这个有点太虚 对啊 所以还是那句话 所以还是那句话 对吧 解灵还需激灵人啊 对有一波是帮不帮他的问题 他们这个时候确实是 黄云涅盘啊 打黄云英更好 对吧 这也不是说特意帮不帮他的问题 庞德杀一打黄云英 黄云英动的时候一个毒 对吧 黄云英可能就死了 那边假许又收好多牌 对不对 确实是 这个没有办法 这个人家肯定是 本来就要这么打 你用的是电脑科普端打 对我用科普端打的 你用黄云英版也没有关系 都差不多 我还冰凉 这原因被毒还白被毒 你被毒了都不能摸牌 都不能说酒杀一个谁 哇这个 哎呦 很疼很疼很疼 那现在啊 这个黄云英一死 那我们就提醒 我们这个晋级形势已经确定了 那就是少了太阳和偷糖的贼 还有布雕花 以及牙豆花 四位玩家晋级我们的决赛 然后剩下就是这一局的奖金 到底归谁的问题了 到底是群雄 还是吴国能够拿走这一局的 七十二块钱奖金 这个群雄 激凌 激凌要是能活下去的话 他还是能够打小乔的 因为小乔他就是有牌的话 他就能够一直 用防御 但是激凌庞德 他对你这个牌的限制相当的严重 这不应该先杀激凌吗 他在杀谁呀 他激凌他是黑杀呀 杀洞激凌是杀 杀洞激凌黑杀 他其实这个地方可以上上桥 上去谈 当然可能没想到 寒冰剑啊 寒冰剑 为什么寒冰剑不是杀中不行吗 哦他还有一个连弩 没必要 他想寒冰掉然后红杀 哦还挺好的呢 还有吗 还有吗 还有红杀吗 那他直接先红杀 再九杀不好吗 这好奇怪啊 这打的 说实话 这个孙策打的有点奇怪啊 他应该先红杀 寒冰剑这个张角 然后再九杀呀 对吧 他已经影响形势 他有大意 但是其实我觉得 他还是挺有机会 引到这个地方 但长了孙策有关系吗 啊 没什么关系啊 接着打人啊 还是该打谁啊 这别 哇塞 你那是什么 这别先杀 先杀蔡元机 对你先杀蔡元机 不让他背歌嘛 不让他出意外情况 接着再杀 杀小桥上还要谈啊 对啊 你这个地方 其实让季灵活着是很难 是很有问题的 你季灵活着 一旦你没打死他的话 他跟你拼击点 你很不开心的 容易一回合搞菜 对 尤其是小桥 哦 哇 小桥是红了一下 这小桥红还能红中呢 真的是没有黑桃吗 好惨啊 但是现在五股已经很强了 哦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 很关键的一张牌 五股风筝 你给了季灵一张牌 季灵就可以拼表了 这个季灵一拼的表了 那又是很大的输出 孙策拿杀呗 对吧 一拼点拼 拼孙策嘛 孙策现在孙策的技能没有啊 那拼孙策的话 孙策是不能够加减自己的点数的 所以还是要死 但是现在和太后如果掉了这笔血 他回不回来的话 那那个 那他还是很难打踩桥的 他只能指望这个季灵能够回血了 好 管师傅 然后季灵可以再拼一下 一股杀 啊 什么 他们想把这个丁凤给杀了 对对 孙策已经没了 这个丁凤 现在你看 季灵又来了 季灵拼孙策 然后打 棄孙策手牌 打孙策 然后一会儿 河迦过去独孙策 对不对 相当厉害啊 看能不能辟赢 对对对 辟赢了 棄手牌 对 这个棄手牌好厉害 这也是什么意思 哎呦 这个就打得不好了 这个肯定棄手牌嘛 对不对 怎么可能棄装备呢 哎 你看 对 有可能上了那个酒啊 我觉得这个季灵 这个地方打的是有问题啊 对对对 应该是棄手牌 因为棄手牌 你是不会给他杀的呀 这个地方 哎 这个季灵 为什么棄手牌 不会给他杀 因为你是用技能去杀他的 你没有用装 你没有用牌去杀他 可惜了 可惜可惜可惜 这个地方还是打得有问题 哎 他这边中热了吗 对 小乔 盼着草花中热了 能再来一次 但是这个地方 假许洞 如果能杀死这个孙策的话 还是很多牌的 还是有机会摸到陶 或者唐人记忆 他如果杀死了孙策 摸到陶或者唐人记忆 这个牌也是很厉害的 有杀了有杀了 好的 一个杀 带走这个孙策 应该是带走了啊 晚上 唐人记忆 哦 摸三双牌 然后季林可以拿小点 去拼一下小乔 这肯定 拆牌了 拆牌了 这就好打很多了 但是也不好打 因为小乔是很有可能 有红牌的 你会说季林这个地方 不拼点啊 有可能是因为点太大了 他怕拼赢了 拼赢了必须要杀 你看小乔这火攻 手工不中了 因为那个地方是民进 那个地方只要亮出来的黑桃 你永远打不中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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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哇 我这就回来了 果然还是厉害 哎呦 厉害厉害 这会又不一样 先拆一下 刚才那个地方孙策有杀 还是应该杀小乔的 也挺蠢的 好的 现在就看 季林的 发挥了 孙策杀小乔 财 对 谈贾许 现在已经拿小脸去拼 都没办法拿大点拼 拿大点拼 一拼赢了就悲剧了 只拿小脸去拼 去拆他牌 现在很难啊 现在其中还是很难 好 小乔清刚剑拿出来 去杀这个贾许 贾许 一个防御牌 哦 现在小乔 快没什么牌了 很关键 现在贾许 一旦有一个拆顺 拆了一张小乔 那个季林一拼赢 小乔就要掉血了 嗯 小乔就空手牌 或者他自己有牌 这肯定要拼点啊 这个时候就一直拼点 去拆他牌 火攻中了一下 确实很悲剧啊 这个卡叉打出来 只要何太后再回一格血 好 接着拼点 但何太后很难 还是很难 现在还是很难 因为小乔每人 基本上都可以去杀那边的 贾许 人家留了一张 有个朋友问 这个孙瑟是怎么去比赛的 孙瑟就是 预选赛 预选赛 前二进的决赛 怎么办呢 你不服你去打啊 哎 这个地方贾许 你一旦能够找到一个拆顺 小乔就真的要出事了 我感觉 哦 你看 季林已经有 哦 季林现在可以去 尝试去打一打这个小乔了 接着拼点 好的 拼点拼银 要开始气枪 准备打小乔了 哦 漂亮 接着弹 很难受 这也有点拼哦 那你管人家是不是抱打腿呢 男子进决赛了怎么办 而且还弹出去的这个桃圆结义 哦 他只能够让他随机摸牌 因为不可能给这个杀许 这个桃圆结义 一旦给了这个桃圆结义 很难受很难受 好的 这个地方 怎么可能摸到桃圆结义呢 这不是啊 就是那个小乔啊 小乔弹过去 如果他是体力流失 他就给桃圆结义 哇 这个时候你看 这个乐一旦乐中了 下回合季林再拼点 这个小乔就很难受很难受了 嗯 诶 都摸成五分的居然出来了 对 好 我们看一下小乔能不能打死这个河太后 能够打死河太后 还有一战之力 一旦打不死这个河太后 越走越 这个地方 季林就要告诉你 什么叫做解灵还须 季林人 哇 真的要来了 我们念到了这么久的 解灵还须 季林人 大家也看到了吗 哇 季林这个武器真的是强 诶 这个甲军能打什么呀 这不能杀的呀 这干嘛要杀呢 这杀的不很扯吗 哇 有连弩啊原来 哎呀 没关系 那就结束了呀 结束了呀 一个乱舞 季林再杀一刀 结束了 这局我们终于在这个比赛的最后一局 看到了季林这个武将的完美发挥 就本来这个程度 本来这个程度的孙坚小乔真的没有人跑得动 那边都一血了 一个一血一个两血 但是季林庞德这个武将真的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确实是 你可以看到他拼点 终于见识到了 他那个庞德也拆牌 然后小乔一旦没有牌了 他就没有防御了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还是见识到了解林海西聚林人 这个季林啊 对对 我真的我一直说季林很强 真的不是开玩笑 真的是很多时候 有的时候我们以为他没有发挥 但是他实际上是可以有很好的发挥的 好今天实际上最后是有三位七胜的玩家 我们最后改一下这个B分 那我这个策约观察研究先退出 好的 我们也是感谢圣徒老师今天能够来围观任命播 好好祝你早日生六世纪啊 好的 你生了吗六世纪 我真的在排队呢 准备去生起来 还在排队是吧 好的 那圣徒老师拜拜 好的 回到了 拜拜 拜拜